嗨,大家好,我是NICO 我這一次要分享的影片裡面的內容是比較特殊 也比較像是平常我不太會分享到的 它是一個關於了解自己內在生成的個性 你了解你自己嗎?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這一套系統 它是IGS的天賦智能系統 那它呢,總共的話 它只要你有去做徹業 它就會給你一份PDF的檔案 它是八大元的智能評量 它裡面總共會有八項的測驗 就是有天賦的 還有你的一些學習、思維、個性 還有你的行為、還有溝通模式 還有你的感知 其實就是會關於到你自己 那我會去做這一項測驗的主要原因是 我想要了解我自己 那也就不用透過那一些塔羅牌啊 算命啊,還是什麼其他的 我覺得那些 我實在講 沒有幫助到我什麼 完全 而且都是白花花的錢出去之後 你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我覺得我做了這個評測之後呢 我也跟老師聊了很多 那我主要呢,我是想要知道 我自己的工作還有社交 還有就是夫妻溝通 婚姻這個部分 其實它填表單的時候 裡面其實是填的蠻詳細的 它裡面呢,有蠻多的選項 可以讓你去針對你想要 詢問的問題 去做解答 那裡面呢,最多的話就是讓你選擇三項 可以去任選 那我自己其實在裡面 我原來才發現說 我其實在婚姻裡面啊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 在婚姻裡面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每一個人家家都有難唸的一本經 所以呢,我透過這一個 讓我自己知道說 我應該要怎麼做 那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缺點 還有我的強項在哪裡 那我最主要呢 其實我就發現到說 原來我的視覺 是排名在我自己的第一強項 所以我視覺 空間智能呢 現在在畫面上面就是 有我的這個圖片 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呢,就是總共有八項嘛 邏輯、數理 還有視覺空間 還有自然環境 還有音品智能 還有肢體動覺 還有人際關係 還有自我覺識 還有語文智能 八項裡面呢 其實就是 可以看到你自己的 所謂的強項 和比較弱一點的地方 但是你們看到這個圖表的時候 不要覺得說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子了嘛 其實老師也告訴我 我們人生的藍圖還很大 而且呢 這些東西呢 只是我們每一個人 一出生的原廠設定而已 所以呢 你不要認為說 看到這張圖就是只有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呢 總結 我 學到的一些收穫 其實就是 我真的需要去控管我自己的時間管理 我要像羅志祥一樣去管理一下時間 如何好好使用去運用 因為有時候啊 像我 就是 自我的 想法很多 所以會想要去做輕鬆的事情 所以呢 我在邏輯 梳理這個地方 我不是不想去思考 而且是我是 想要輕鬆 簡單的就好 對 我不想要那種 很困難的 要我的腦筋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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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的 所以呢 我在視覺的部分呢 比較強 就是在於美嘛 每個人都喜歡看美的事物 當然每一個人 對於美的感官 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覺得漂亮 有些人覺得不漂亮 有人覺得還好 我的 視覺智能呢 在老師告訴我 是大眾 普通人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不是那種 他突然 哇 就是很 超級藝術感 或者說很 前衛那樣 那我最主要 我也有跟老師講說 其實我在婚姻上面啊 就是 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主要是溝通上 那溝通 一個比較強 一個比較弱 那我就感覺 我自己都是在處於弱者的狀態 所以我會想要分享這支影片的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 每一個人都要先了解自己 之後呢 了解自己之後 再來 問問看另外一方 要不要就是一起來做 這個 測評 因為我覺得做這個測評之後呢 雙方可以互相的更加的了解 彼此的優點缺點 再去做互補 所以呢 我就是在針對溝通這個部分 我好像呢 就是我跟我講什麼 我好像都叫不動 可是我明明就有在聽了 但是好像 嗯 聽了 但是好像沒有實際去做 那我也只會回答 嗯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好 等一下 這樣子 但是我必須承認 等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 舉動 這個壞習慣 就是我從小就是這樣養成的 開始要去慢慢的改變自己 那當然改變不是立馬可以做改變的 一定是需要花時間慢慢一點一點累積去做改變 那時候我知道我自己結束這個諮商評測的時候 我就是還蠻感動的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優點 那我比較厲害的強項可能在文字上面打字的敘述 就可能寫寫文章 或是寫小說 寫心情故事這種話會比較適合 那可能我在講話溝通的上面 可能需要再去修飾 因為我講話比較直接 也比較不喜歡玩那種文字遊戲 繞啊繞啊轉的那一將 所以呢 優缺點都有 所以呢 我自己也知道說 我應該要去修飾什麼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行動力 我的行動力呢 要再更加強 就是要去做一個計畫表 我今天應該做些什麼 那我什麼時間 該做什麼事情 那要有一個儀式感 比如說我在家裡工作 那我們可能要規劃一個工作室 也有 確實我們也有工作室 那工作室呢 那我是不是要準備 有一個啟動儀式的感覺 就可能 有一個空間 或是老師也建議我可以去外面的咖啡廳 就是帶著筆電去 就是可以專心的直接在工作 那也因為在家裡面呢 會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打文章打到一半 去開冰箱拿飲料喝 還是說其他的 拖拖地啊 還是開個掃地氣氣忍啊 洗衣服等等 所以我老公都會覺得說 我事情都是 我可以一心好幾用耶 為什麼沒有辦法專心呢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能太縱容我自己 那我太縱容我自己 這是我一個缺點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樣我很放鬆 那其實在別人眼裡看來 我是非常的鬆 鬆到一個 讓人家覺得好像 喔就是做事情 比如說我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我都在做 當我老公還是誰來問我說 欸那你這件事情做完了沒 有一個ending了嗎 我會說欸還沒有耶 欸當然人家就會覺得說 欸那你這三件事情 你今天哪一個有做完成 這個時候我就會放大眼睛說 完蛋了 我沒有做完成 人家就會覺得說 欸你的CP值不夠高喔 感覺 你的行動力 可是我真的有在做事情啊 所以是每一個人的感官都不一樣 感受度啦 所以這個就是每一個人的特質不同 所以在這裡面的這個評測 我只能說很準 準到一個爆炸 你不要再去花錢 一直去找人家算命了 還是說塔羅占卜 有的沒有的不要了 拜託 你就直接去做這個測評 去了解自己 先了解自己 最重要 啊也不要想著說去改變別人 好不好 如果要去改變別人 真的很難 先去了解自己 所以呢我才會去找了我老公 一起來做這個評測 那我們就來邀請他 請他過來分享他的心得 請他過來分享他的心得